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引计输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还有议题的整理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的背后之后 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能够知道它背后的政治经济的结构 甚至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收听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能够做更多的报导 我想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节目 对于所谓的消防员的权益 是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们这个议题应该是我们节目里面 讨论最多次的议题 也就是所谓消防员的权益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都会 虽然有这些讨论社会有很多的关心 甚至电视剧火神的眼泪也曾经一度引起大家的重视 但是在9月22号的时候仍然发生了悲剧 在屏东的屏东科学园区的这个明阳国际科技公司 发生了火警造成了上百位的民众送医 那也有四位的消防人员在现场的死亡 因为因公殉职 那在隔天的上午也就是9月23号的时候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 他们在总统府前面来召开记者会 那提出了几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谈到我们应该要让消防员可以组工会 第二个是谈到所谓的消防员应该要纳入到 这个所谓的职业安全法里头 那公务人员安全办法当中 也应该把这个基层消防员的意见或是这个参与 加入到这个防护小组里头 那第三个是要求中央能够去补助这个地方消防员的人力 其实每次看到这个事情都会又生气又悲伤 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服务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基层的公务员 他们其实在应该有的装备应该的安全是这么的匮乏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要再一次的来讨论消防员的议题 今天在现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的副理事长郑邵书 邵书你好 老师你好 谢谢邵书来接受我们访问 邵书本身也是一个现役的消防员 也许我想要先请教邵书 我想这是一个很悲伤的问题 就是您看到这个屏东这个迷洋工厂 迷洋科技发生的大火的时候 造成四位消防员的这个殉职 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想是什么 很多的同业 会觉得或是我 一开始会觉得 这个爆炸好像是一个死局 就是我们消防员不管 训练在怎么厉害 装备怎么精良 在怎么多的人力 我们都无法制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这个案件虽然绝大多数问题 出自于工厂本身的内部管理 这没有错 它卸房在做得非常烂 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法律保障 然后我们的人力比较充足 我们在平常的针对高危险工厂的规划 的抢救规划 还有检查的力度 是不是强度可以提高 然后我们现场的应变 是不是会有更多人力去查阅 这些相关的资讯 我认为 虽然我们无法制止这个爆炸的发生 但是这个伤亡或许是有机会再降低的 我想这件事情发生 其实印证的其实我过去消防员 常常讲到所谓的今日公祭 今天公祭明天忘记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家非常悲伤的 算口号吗 还是一种说法 可是每次一旦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人 或者表达他的关心 然后包括我们政府也想要去做了一些事情 例如说屏东县政府也开始开罚 这个行政院院长 陈建仁 或者是副总统 他们其实也觉得说 我们要去增加人力 那当然是不是主公会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你每次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在这些悲伤的事件发生之后的这些回应 你们还会去相信政治人物所说的话吗 不管他是哪一个政党 开罚 然后增加人力 还有补充装备这些议题 这我们十年前就已经在讲 我不是说政府都没有做 我也不是说都没有效 但是 你回到一百多年前 你看一下清朝的自强运动 买了很多洋枪洋炮 的确我们缺了很多洋枪洋炮 洋枪洋炮也有用 但是打仗不是只要洋枪洋炮就好 我们还要有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全面的变法维新 是全面变法维新不是百日维新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一些制度面的 软体东西要加进来 我们现在有现代化就在装备 那我们就不能使用就是 二三十年前的救灾思维 那我们 有了好的装备 我们要有人力去操作 在台湾绝大多数的消防队 即使政府说要补人补了那么多年 第一时间到现场也都是个位数而已 个位数的消防人员要处理一个住宅的火警 还可以过得去 那是这种庞大的工厂 你要看到一个很像史前巨授的东西 在你面前出现 然后你要跟他对抗 那个有点天放夜谭 我觉得有打电动的都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最后的大魔王 我可能是一个小朋友 可能可以把他干掉 可是一个庞大的工厂 然后这个庞大的工厂内部到底有什么样的 那工厂比大卖场还大 对 那这个是一个 这么少的人力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人力距离 真正能够完善公共安全 世界 认为的1000比1 消防员跟民众的比例要1000比1 现在还差很远 目前还1300以上 所以我们多了300多个人 和解还不止 其他国家讲的1000比1 是指纯粹消防员 那台湾的计算方法呢 是把跑救护 救护车这些人也算进来 因为台湾的救护车 是交往员兼职去做的 就是我今天排 老师你这个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你轮救护车 那你账面上还是过去消防局 OK 我们是已经灌水完还是1300 对 跟人家扎扎实实1300 1000比1000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刚刚谈到在很多的诉求 大概10年前就讲过 例如说包括人力不足 捕风捉舌 工时够长 设备老旧 这些东西有进步吗 例如说我们大概知道 捕风捉舌 大概有些业务已经移转了 可是移转当时 当我们了解 我看你们一些报告你会发现 它也不是真正的移转 那或者是人力不足好像有在增加了 那设备好像也有增长 那增加 然后工时好像也有减少 可是这些东西到底具体上面 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刚开始在 我现在这个消防局上班的时候 每天上班的人力大概就是6个人 有 人力有增加 增加到每天上班10个人 那这增加很多呢 如果你从比例上 比例上 这个%是增加蛮多的 但是 10个人你扣掉 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要留一个人在 加王队顾家 我们没办法出动 然后 还固定的训练各种 各种活动 我们其实 每天能到 发生事情到现场的 一样是个位数 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住在火井还吃得下 如果大型大厂面 那其实就是北水车型 对 其实距离目标还差的 所以它不会依照这个地方 是一个工业区 科学园区 这种发生火井 就会造成很重大伤害 或是难以控制的区域 去增加能力吗 不要 增加完就是长这样 增加完就是 也就是说 本来就非常不足了 就算增加 它稍微补了一点 可是还是很不足 对 就是可能从30分 30分变60分 嗯 这样子 60分还算勉强及格 对 因为60分其实已经可以打住在火井 嗯 所以日常在还是可以 连住在火井都是非常 对 这样艰困 然后它放假还要 还要去打这样子 对 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好了 就算这些东西改变了 例如说刚刚谈到 捕风作舌 业务转移 那这个设备也增加 或是能力也增加 能力是不够的 可是你刚刚谈到 有一个非常重要是观念 嗯 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 就是它不是一个自强活动 而是一个百日维新 甚至千日的维新 是一个更长期 那个观念 我们在整个 有关于管理治理消防员 或者是有关于这些 防护系统的观念上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要改善什么吗 消防 警消这个业界 从一进去训练第一天 就是被教要服从 人家叫你干嘛就干嘛 就算这个动作 会让你受伤 然后 为什么 你被不服从 我怎么指挥你去工作 没有错 这时候问题就出在指挥的人 他的指挥的内容 可能是有些问题的 OK 比如说他 我亲身遇过啦 给你一个 三层 两层楼高的梯子 让你去爬四层楼的悬崖 是要怎样 要飞吗 我觉得这个 那个梯子放下去那一刻 它好像标枪一样 就插到那个悬崖下面去这样子 嗯 嗯 我觉得这样子 指挥可能还是需要有点不服从的空间 嗯 对 所以 所以 指挥官的养成 其实在那 在那个世代 可能就有点 不是很OK 嗯 那现在 新京人员 他接受了其实相对比较完整的训练 嗯 我觉得是应该教他们如何判断现场的危险 嗯 嗯 然后先谋定而后动 嗯 以前就是到现场 装备穿了就充 甚至没穿装备也充 嗯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化应该要 藉由一些法规啊 或是一些 一些 微信运动去把它转换掉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 现在的消防员 事实上你们在教育训练的过程当中 是养成的过程当中 跟过去的 你们长官这个世代的消防员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差非常多 但是这些旧的观念 这些可能过时 也许在当时是合适的 对对对 可是现在的整个的 层次的发展 灾害形态 灾害形态不太一样 然后由这一批人来去 影响 去指挥你们 这可能是一个 在文化观念上 有很大的问题 嗯对对 那会不会等到你们长大之后 等到你们 在当上的掌握位置 这个问题就会改变 嗯 有一些消防局 他确实他的指挥层 有年龄层下降的趋势 然后你会看到他 诶 装备开始穿得很确实 然后开始出现 有一些火警是谋定而后动 你会看到他的进步 嗯 嗯 当然这是少数 嗯 因为毕竟 在公布门里面的维新派 永远都是少数 嗯 这个体系是不 不鼓励你有一些概念的 有些倒不是年纪的问题 而是观念的问题 对对观念 就是我可能就一直服从 我一直用 反正我的长官 我的神败 他会帮我负责 那我就順着他就好了 那其实出事 他也没有要帮你负责的意思 那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这个体系会觉得 我听长官的话 出事 他会帮我负责 其实长官并没有要帮你负责 没有人家没有帮你负责 不好意思 OK OK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不管是实际的设备的问题 也包括整个的文化的问题 甚至一个在治理制度上面 在管理制度上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知道它是发生在屏东县 那屏东县县长周春敏事实上 他也在在这个前几天也做了一个宣誓 他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里面 迷洋工厂的这个大火事件 是有三项违法的事实 第一项他说这个有机 有机过氧化物的存放量 依照规定工厂厂房里面 只能够放100公斤的氧化物 就有机过氧化物 可是他放了3000公斤 哇这个比例差很多 超了30倍 所以这个已经是有违法的事实 那第二项的违法事实是说 消防员当当场到的现场的时候呢 工厂必须要提供相关的这一种 所谓的抢救 那但是其实包括这个资讯 这个资讯包括工厂内的这个化学品种 化学品种的种类 或总量跟厂房的平面配置图 必须要完整 然后不可有违反事实 那可是周春敏说 这个里头放的三种有机 有机过氧化物呢 但是当天的厂房管理人 只提供一份的安全资料 然后违反了这个消防法的21条的第一款 那被罚了这个60万的罚款 那他是不是从中 那第三个就是在谈在现场的时候 在救灾的部分 他并没有能够紧急 及时的去协助救灾 那这三个违法的事实 我觉得我很好奇 其中第三个违法事实 那是在现场的状况 所以工厂要直接的去提 这个要去做协助 那第二个就是 所谓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这个基本的资料应该要提供 可是基本资料提供 只有在现场提供吗 现场提供工会 那是不是应该要早一点 让消防员知道 当然不是在侵犯人家隐私的状况底下 知道这个工厂的配置图 那另外包括像有机容量的这种存放 我记得在几年前的消防法修法里面 也都提到这些问题 甚至要把这个工厂配置图提供出来 那我很好奇的是 平常没有在做这些相关的安检嘛 或是平常没有在做相关的检查 他订的这个法规 订在那边是订好看的吗 是没有实际的作用吗 以我服务的相关局来讲啊 刚刚讲到平面图 危险物品的种类分布 平常都还做的蛮确实的 然后会去烦他 反强迫业者一定要放一份在警卫室 强迫业者 应该说我们去掳他 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罚者 是出事的时候 他没有提供资料才能有办法罚 所以平常他 他批批的好像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所以周县长这个是他没有提供 现场出事没有提供 所以他才会罚到60万 对因为发生火災不可能 你现在马上去电脑列印那些资料出来 他自己要逃生都来不及 对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平常就要准备好 至于稽查部分 危险物品的稽查我们可以做 但是当一个稽查人员 他的时间被压 他一个人被的案子很多嘛 时间被压说可能一个场所 你只能看半小时 如果只是一间餐厅 我看半小时绰绰有余 如果是一个比大卖场还要大工厂 那是天方夜谭 根本就不可能仔细看 所以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力 没有人这些理想都做不到 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法规 但是要有人去做 政府补人补了那么多年 还是那个鸟样子 其实还是杯水车型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是平常 本来就应该要去做这种查核 去做这种所谓的监管 但是其实就算监管了 他也不会被处罚 那反正 我们用其他手段 比如说我们就安检很常来烦你 就是人人烦嘛 就是一个感觉是警察去领检的样子 有点像那概念 然后希望他可以做好拿出来 可是问题是说拿出来之后给你看 然后配置图然后哪些都放来放去 可是那个推高车一堆 他可能就不见了 然后隔天就来 那这个看了有用吗 这个检查是有可能到位的吗 就是他没有罚则是一回事 就算有罚则 那我就你来的时候我就来检查就好了 我就来搬走就好了嘛 对因为 首先我们看人力嘛 我们人力不可能跟保姆一样 每天去盯着你这桶东西要放哪里 那桶东西要放哪里 所以其实 这件事情有很大部分会 承栽是因为前面的工厂内部管理 的戒业房在做的非常差 那这个就是 要用法律跟罚则去批他 我原本以为这样的工作应该是由地方政府 或者是刚刚看到的这个是在科学园区里面 或者是这是一个公司 应该由经济部去做这个基本的管理 可是依照你刚刚的说法其实不是 是你们去做 我们可以看危险物品放哪里 它的位置 或是放这个东西的构造 有没有一些该有效的设备 但是现场那些制程的管理 然后做业流程 那个其实我们就没办法介入 那所以那也是应该是地方政府 那可能就是要经济部要做 那可能就是要经济部要做 OK 所以就算你们 就算你们能力够了 就算你们去做 有很多很专业的东西 化学的东西这些东西 你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做判断 或是不一定去做 对 我这其实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事啊 特别是这种 台湾的这种化学工厂 那么的多 而且讲到化学 假设现在做的跟我工作的消防局 一样棒 每一个化学物质都列出来 弄一大本给你 第一 你要有人去看那个东西 这要看得懂啊 对 第二 他提供的都是这些单一物质的资料 比如说 甲乙丙丁筒 四罐东西放在那边 他是单一的性质 但当两桶破掉了 他混成一锅 没有人知道那一锅会是什么东西 很确保 对对 一锅东西你先加什么料 他产生的物质也会不一样 有没有加热产生的物质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 他后面的不确定性 还是会非常高 我们只是只能尽量的 用预先计划的方式 把这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了 嗯 那这个你们在整个的养成的过程 不管是在相关的科系 或是警校养成功 应该都没有这些训练吧 或是很少吧 我们有教你怎么样穿防护衣 哦 这已经比以前好了 以前是连加防护衣都没有这样 可是这的确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 哇 好像很认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那的确 刚刚谈到有些捕风作舌 转移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负责的单位 也不是转的 回到他原本的负责单位 然后例如说能力有增加 设备有稍微改善 但是其实文化的关系 然后或者是那种 这种所谓的 是不是真正到位 然后人力是不是真正的足够 这看起来还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来 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 他们事实上在 前面几天的记者会当中 也提出了三项主要的诉求 那待会要请我们的 消防员来跟我们谈下 这个三项诉求 以及 特别是有关于职业安全法的部分 为什么他们觉得 用这个方法是相对下 可以给他们比较好的保障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有Podcast 配到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低力量 可以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 并且走得更远更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要聊的是 在前几天平东名阳工厂发生的大火 造成的这个示威消防员的这个身亡殉职 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这个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的 这个副理事长郑邵书 邵书好 邵书 邵书也是这个限职的消防员 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讨论当中 其实我们也提到了 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因为消防员的殉职 唤起了政府 对消防员安全的一些关系 那我们也看到政府的确在这几年 是做了一些改善 可是其实从2013年到2023年 这十年当中 仍旧有43位的这个消防员殉职 那我想这是一件让人家非常悲伤的事情 那包括前几天发生的大火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在讨论说 那这些改善的措施真的做了 但是有用吗 或是他真的做了是足够的吗 那我接下来还是要请邵书 来跟我们继续的讨论 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隔天 也就是9月23号的早上 你们在总统府前面开了一场记者会吗 你们提出了三项诉求 可以再跟我们来谈一下 这三项诉求的内容吗 我相信社会大众应该都可以理解 这个火警 会导致这么多人伤亡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企业房灾做得非常烂 那为什么我们消防于工作权 因为不要去提企业房灾呢 因为已经很多人在提了 而且企业房灾是要成本的 是要罚则的 政治人物没有人想当坏人 没有一个老板想花钱 那怎么办 要谁去逼 工会去逼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主张 我们要成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工会 真的有劳动三权的工会 我们可以持续给政府施压 让这些企业房灾入罚 然后去给企业一些压力这样子 这个时候还有就是我们提了人力 大家也会觉得我们补了100个人 现场100个人 那就多炸100个人而已 好像没什么帮助 但其实每一个议题 它都是互相扣连在一起的 有人 我们可以增加安检的力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 就是像一些北部一些大县市的安检小组 我们可以有一大堆人去查这些 大型工厂 特别是有危险物品的 我们就不会像以前 我们只有二三十分钟要看一个跟大卖场一样大的场所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仔细看 走马看花而已 然后这是人力的问题 有人力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预先的计划预案 你才有办法去查阅这些资料 接下来就是 治安法 一般公务员对治安法很陌生 因为治安这两次在公务员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受伤都是你自己不好 但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雇主可以改善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善作业流程 然后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防护装备 等等 或是透过事情的教育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些职业灾害 一定程度的降低 当然不可能下面到零 这个有点天方夜谭 但是一定程度的降低是可以做到的 你如果我去看治安法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治安法几乎 它要预防的每一种危害 什么机械爆炸 电热 墜落 高下气体 毒性物质 他这些东西都围绕了消防员每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刚 我刚开始研究治安法的时候 我很 我很 亚裔就是 怎么会有一个法律是为消防员写的 对 对 如果我们能把治安法的内容真正每一项都落实的话 其实消防员的伤亡可以少很多 但是你们现在并不适用于治安法嘛 对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严格版本的东西叫做 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 这应该也是属于我们这种大学老师私优的 对 那其实跟治安法 那这个办法可以对你们有一些保障吗 没有保障 为什么 怎么说 就公务人员不会出现那个工厂爆炸的那种状况吗 对 只是大概只有消防员比较会 还有消化学的老师比较会 对 OK 那他差在哪里呢 你发现他的文字 几乎是复制贴上 但是有一大段他没复制贴上到 那个叫老法则 老法则 就是就是老简跟法则 老简跟法则 对 所以说 没有人会来监督你 然后你不做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刚刚那些什么在工厂爆炸 然后这些危险的东西 危害这些安全措施 这个雇主应该要做到 在我们的公务人员的相关的安全防护法里面也有 对 那但是这个有有的部分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法则 对 就是跟小学作业部上的生活公园一样 就是 可能生活公园约束力还高一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浪费行政资源写的一份文件这样 OK 好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的内容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在我们这个下方的位置 那我们在萤幕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差别 那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 有没有 法则跟老简 一个是老简 一个是法则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 你们就是公务员 公务员就是适用于公务人员的法规 那 那个没什么不可以的 对 是OK的 但是你们可以转过来 适用于这个职安法吗 目前不行 就是在明洋大火的那 当天的早上 它是傍晚烧的嘛 当天早上其实我们就有跟公务员保障培训委员会的代表 然后去协商 然后他其实是有初步同意要 适用职安法 或是说整理的法则 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 你弄一个不痛不痒的法则 就好像你罚一个一年收入三十几亿的企业 罚他五十万一样 我认为这个法则是应该要让地方政府 或是各级政府感觉到很痛的那种 他才有动力去做 你觉得你的雇主是可能是地方的 对 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 对 那这个地方政府要被罚那么多钱 对 那地方政府会愿意吗 因为罚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的钱 其实左手交到右手嘛 但是右手是别人的手 对那 公交机关的预算前一年就编好了 所以你会导致 你今年没有钱交罚款 这对政府运作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 我们当然那个钱不是向我们比较出的 而且其实地方政府也蛮穷的 还要再拿钱出来他们有办法 对 那消防局长就会被县市长骂 他就会改了 OK 对 就是希望藉由这样的政治压力 然后让他不要被罚 对 他现在就希望没有罚则 我不做也没关系 所以你刚刚谈到没有罚则 就是包括安全的部分 就是 所有的措施 老检 对 也没有人会来检查 没有人会 但法规上面有规定要检查 法规规定也不用检查 法规规定也不用检查 因为他就把老检删掉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在消防员当中 被出现了不当劳动的状况 对 也没有人会管你 没有人会管你 因为你的长官可能就是 接受你申诉的人 对 所以应该是回过头来 是你的申诉系统 你的申诉系统 你可能就是 这个消防局的可能是局长 那可能不同层级的这个局长 那最后可能 可能是分局长等等 申诉就是求人接裁判 对 这跟我们上个礼拜谈到的 那个警察的状况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类似的体系 对 就是他的这个 相关警察的这种 所谓的心理辅导的老师 其实也就是可能是他的长官 那如果在被他的 被他老板这个 被他长官欺负 或是他的不当的 劳动不当对待的时候 他要去申诉 那个 其实那个上面那个结构 不太可能再回过头来 真的听他讲什么 或是帮他解决问题 对 因为就算不是他直属的长官 但是他们关系可能也很密切 对 所以就是 就公务员这些法规 基本上是形容许策 那所以 以现在你们这些 遇到这种不当劳动 或是不当对待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我是 消防理工作权力出行会的干部 我们就是 透过协会的力量来处理 但是 其他公务员 或是 不是我们会员的人 那其实是不在 这个保护傘下面的 就算是我自己是协会干部 也不见得都能事事如意啊 所以 就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徐国瑶的事件 对啊对啊对啊 我曾经被脸贴脸 很近距离的 威胁说你工作不要出什么问题 哇 对啊 我觉得这 蛮荒谬的 所以 这个是从消防员的部分 那其他的公务员也 一样不适合这些职业安全 在海防这些相关的法规嘛 对不对 对啊 全部都不是用自然法 那对其他的公务员 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他公务员 就感觉其他公务员 也没有像你们这么 都要赴汤倒火 这个紧急危难的状况 一般的公务员都做的是 比较行政性的工作 最危险当然是警察清洁队 对 或在外面奔走的 对啊 但是你要说完全没有危险嘛 我刚刚举个例子就是 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老师 他也是蛮危险的 他一个不小心 有些东西也碰到水 或者是国家的研究院 对啊对啊 这可能也是一些问题 大学实验室 东西打破弄到身上 也是很常发生的 对啊 嗯嗯嗯嗯嗯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法规上面 怎么去纳入这个治安法 或者把它适用于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有关公务人员安全 及卫生防护办法 就是要直接的适用 恐怕会有一些困难 可是如果回到这个公务人员安全 防护办法 他可能要修法 那但是假设没有办法修法的状况 底下 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去 法规上面可以对你们有些 保障的可能性呢 法规 不管是要试用治安法也好 或是要改公务人员安全 卫生防护办法也好 重点就是在法则跟检查 对 没有这两个写再多理想都没有用 嗯嗯嗯嗯嗯 但你们其实也提到说 希望能够开放 让基层的消防员 进入到公务人员安全 及灾害防治办法里面的 这个防护小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 为什么你们觉得进入到这个小组是重要的 这个小组它 有点像是一个会议 可能就是有几个人关起门来 然后讨论说 诶 防止某一项危害 我们还有没有事情可以做 嗯 有没有什么训练可以办 之类的 嗯 目前我知道 台湾有在运作的 然后只有台北跟桃园 嗯 你说防护小组里面 法规有但是有在运作的只有台北跟桃园 台北市跟桃园 哦 对 运作呢 也是被赶压子上架 因为法律写了 虽然没有法则 他们做至少也要 也要成立一下嘛 嗯嗯 但是有没有 每一个危害 然后都认真做得很彻底 嗯 当然因为没有法则嘛 也没有地方 没有老检员会来监督嘛 嗯 所以就是我自己说有就有 这样我觉得有就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其实 你这个就是能混就混 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对 有点混啊 对 举个例子 他里面有讲说 要防止公务员在工作的时候 受到危险 人身伤害 问题是很多消防队 连门都没有 嗯 那就是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进来偷东西 也可以来 对来揍你 嗯 连门都没有的一个机关 你要说你已经尽力 防止你的员工受到的危害 嗯 当然你们觉得你们都是猛男啊 所以不用 不用带这个问题 其实过去有很多就是 交融队被入侵 然后对方有持刀 甚至或是来把东西偷走 嗯 这个陆续都有 嗯 对 我们都还没有到火场 就已经先遇到这些问题 嗯 嗯 所以你们进入之后 可以对你们的安全 有什么样的保障 跟一些具体的做法 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会议上发言 然后指出 我们认为还要再改善的地方 而且这个会有会计记录 嗯 如果哪一天 出事 根据莫菲定律是一定会出事 嗯 嗯 我们就可以拿这份会议记录出来说 为什么当时我做的 我说的东西 你不理我 现在出事了 当时是谁否觉得 出来面对 对 至少有一个凭证 对 有个凭证 而且有数据了 因为就会有收集这些案件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 就是把实际第一线的声音 是带到这个小组 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 不管你要不要定法则 或者是你一个实际的 这些办法是什么 你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专业 或者是 定的可能都是一些法学的专家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士 或者是一些长官 可是这个专业的人士 也包括继承的工作者 第一线的工作者 这个东西列出来 或者这个东西 在里头去发表意见 才有可能知道 了解现场的状况是什么 嗯 对 所以这个就是蛮重要的 但是这样谈下 我觉得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包括 我们在谈到这个慈安法 是不是能够 这个把你们纳进去 或者是刚刚谈到公务人员相关的 安全及防护办法 你们能不能成一个基层的声音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你们这三项诉求里面 其中一项就是要主公会 你们也希望这四位总统候选人 要支持主公会 可是他的问题又来了 就是陈建仁院长 他事实上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他事实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就说你们是公务员嘛 他就没有办法主公会嘛 主公会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公务员主公会 会不会真的是成为一个 在法规跟定位上面的一种障碍呢 首先我觉得公务员不能主公会 主公会是一个很奇怪的迷思 因为清洁都有工会 然后老师也有工会 但是我们有老师有工会 但是没有罢工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 但是他形式上是有个工会这样子 对对 所以 而且我们又是两公约的 两公约的地约 就是我们一直说 我们要追求两公约的内容 两公约也没有 也是有要求不能限制 新公教主公会 所以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 就看你要不要开放而已 那 主公会 大家会很担心说 你们主公会 像我们这就不灭火了 会罢工啊 军人警察 就不做你们该做的事情了 但是你去看公会法 其实他也会有一些最低服务条款 对 既然你有最低服务条款 然后加上台湾的公会法 还有仲裁制度 我假设 最极端的状况 我突然说我要罢工 你只要跳出来说我要仲裁 你不能罢工 这不就解决了吗 什么叫做我要仲裁也不能罢工 因为现在公会法有仲裁的极致 就是 就是 鼠管机关可以跳出来说 我出来当和事老 然后 帮大家戳一下 大家各退一步 然后这个罢工就不能再罢下去 那会不会出现一种 中后想民众会担心就是 我就罢工 然后隔壁发生了大火 没有人去救了 那就算他的仲裁 其实火已经烧起来了 那或者说今天这个 这个刚刚谈到屏洞工厂 我救到一半发生很危险 然后我就地罢工 那没有只有就地罢工 没有没有东西 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对它也叫做投票 投票等等的过程 所以那个当场发生的事情 是不会发生的 对对对 这可能会比较 这个可能要帮大家示意一下 对对对 那我觉得好危险我罢工 没有这种事情 对对对 按照公会法 台湾的罢工是要投票的 然后 还有一个很严谨的投票程序 再加上公会法里面所讲的 这些公共服务的最低服务条款 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大家 我们会不做什么呢 比如说 我有前辈要求 上班时间 去雇黄色小鸭 我们会罢这种东西 我们消防员不去顾黄色小鸭 不去划那个橡皮艇 完全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权益 可是消防局长会跳脚 因为县长就会说 为什么没有人来顾黄色小鸭 说实在话没有人顾也不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会罢什么 就是比如说现在 路上有野狗咬到人 要我们去抓狗 或者说抓猴子 抓野猪 然后去动物园帮河马刷地 我们会罢这些东西 至于你真的受伤了 你真的遇到紧急状况 那个都有最低服务条款的保障 最低服务条款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我们 有点像限制性罢工 对 我们不会去 我们的罢工是不会去危害公共安全 但是如果你今天罢工期间 他旁边发生了大祸 那就怎么办 因为这个有危害公共安全 这个就会去了 像英国消防之前有罢过工 那他有明确指出哪些案件 他不处理 比如说烧垃圾 乡下很多烧草的那种 那个不去处理 其实不会造成什么 什么人民危害 就是很臭而已 对 然后还有英国很多老房子 会有很多电梯受困 那你自己打电话 请电梯公司来开门 因为你受困在电梯里面 你不会死掉啊 你可以等电梯公司来开门 其实现在也是 也是消防队到场 然后等电梯公司来开门 因为我们把门敲开门会坏掉 会赔钱 所以除非你真的有很急迫 在里面真的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的疾病 否则他也没有立刻 这个我可以做事 我直接被电梯困了三十几分钟 然后来就是包括电梯人员跟消防员之外 诶 是这两类的人 对你会发现 当消防员真正罢工那一天 你一根毛都没有被影响到 被影响到的是这个体制 有一些好像可以不用做的事情 被发现真的可以不用做 这样长官会觉得没面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当然是一般的民众会有的疑虑 甚至政府也会有这些疑虑 就是我们是属于公共服务业的人 那老师罢工学生的权益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算我们可以组织公会 但是还是不准我们罢工 不准我们去行使这些争议有关的权利 那也是会担心说你们是公共服务 所以是公共服务 或者是包括医护也是 过去也是不能够组公会 那现在是可以了嘛 那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会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从医护的例子来看 它其实并不见得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算说罢工 它也会有一个最低服务 比如说急诊室一定不会罢工 那可能停门诊 门诊明天再挂也是可以 那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 谈到的这个民洋大火的事件 如果我们今天 刚刚也谈了蛮多时间去谈到 这个所谓的职安法的部分 或者是加入防务小组 你觉得我们当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那个身份被认定的问题 法规限制了你们可以做的事情 以及适用的这个条例 以及你们可以主张的权益 可是回到一个更根本 你们就觉得要进入到 职安法的这种所谓的规范里面 或者是要加入防务小组 那就算这样子达成了 你刚刚谈到安全问题 它就可以解决了吗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即使你补了很多人力 你成立的工会 你适用的职安法 它不会让本来会爆炸的东西 变不爆炸 但是你说 有没有机会 让这个伤亡降低一点点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怎么说 就是我们的相关的 这个机关执行政策的 一些策略 一些政策 它可能会改得更安全 嗯哼哼哼哼 然后 那他可能会怕被罚钱嘛 对对对对 那 当然 在爆炸点 爆炸点附近的人 他无论状况再好 可能都没办法活下来 嗯 但是在外围的人 伤势可能就可以减轻 嗯 这是有可能的 嗯 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发生 我想 嗯 当然看起来没有像过去那个 热潮 这么多人在关心 可是还是有蛮多人关心 特别是 消防员 或者是有很多 至少我接触到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都蛮关心这件事情 那 像我自己的学生就有问我说 那 他知道我要访问你 然后说那 那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 我想要关心这件事情 我想要关心消防员的权益 因为关心消防员的权益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权益 对没错 那他可以怎么办 我觉得一般民众 如果想要在这方面 就是 处理协助的话 其实可以打电话给 你们选区的立法委员 嗯 然后 你不要在FB留言 因为那个 那个很快被淹没掉 你如果打电话去人家办公室 烦人家助理 嗯 就跟你们一样去烦人家查查 对他们老板就会知道 嗯 那他们就会 就会开始重新考量 呀 到底是 要得罪老板 还是得罪选民 嗯 所以有时候是 我们以为没有用的语言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对 或者是我们没有去主张 我们没有去说话 没有去发言 对 那但是其实不管是从消防员 本身的这种 这个角色或是权益 或是一般民众 对这件事情的关心 事实上 我们就只要打个电话 最起码最起码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嗯 嗯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来宾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老师 就是给我们给了很多的 这现场的一些实物的观察 然后也对这些议题 有更多的了解 那我们还是会持续的 关心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 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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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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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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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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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